大家好,我是阿吉老师 这一系列的影片是我们全新制作的一系列影片的第一个 叫做Processing互动装置艺术结合Arduino 顾名思义我们会使用Processing这个新的开发环境 来制作很多很棒的而且色彩变化非常丰富的界面 来与Arduino互动 这边的Arduino会使用我们之前已经录制过的Arduino首次接触就上手的套件 并结合上面的输入输出元件来制作 第一支影片当然是要教各位如何取得Processing的环境 请开启你的网页然后输入Processing.org 或是直接用Google搜寻Processing就会进到这个网站 从左上角的这个标题列的话 你可以看到它有JavaScript版本、Python的版本 然后有For Android的版本还有RisputBerryPy的版本 那我在去年有用Processing在北科互动系教过半个学期的Processing 那另外半个学期是使用Python这样子 因为之后要衔接RisputBerryPy做准备 好那我们就看到这个网站这边 然后这边有一个Download Processing 它本身是跨平台的所以在各个平台上面都可以执行 请根据你的使用的电脑作业系统版本来下载 那我这边是Windows64 点一下就会下载 那我已经下载好了这边就先取消 好那因为它本身是用基金会的方式在营运 所以如果您行有余力的话呢 可以选择小额捐款 让这样子的开源的专案可以继续下去 好只不过这个是不勉强的 好那我们下载完了以后呢 进到下载的资料夹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压缩档 解压缩以后会看到同名的资料夹 好可以从这边看到它的版号 也可以看到它的作业系统的版本 好点进去 找到Processing的ExE档 点两下就启动 好那等一下启动以后呢 你会发现它界面在配置上跟Arduino很像 好那实际上您如果去搜寻一下它的时间线的话 你就会发现Processing这个环境的发布的时间 早于Arduino的环境 所以你会实际上正确的说法 应该是Arduino的IDE去承接了Processing的精神 这样子好那我们这边呢 很快看一下它这边的功能列有哪些东西 那这边就是File 那些开档啦新的档案啦等等 好那我们等一下会用到这个是Example 那这里的Example呢非常非常的丰富 我只能说你如果把这里面的范例只要看过一半就好 你一定非常厉害 OK然后它各样子的效果都有很好的掌握 OK能写在范例里面的一定都是很经典的啦 好那第二个Edit的话就是相关的 一些程式编排上的一些指令 那这边跟ArduinoID是很类似的 好那一个Processing的范例 我们叫做超高码 英文叫Sketch 这样子 好那我喜欢用Sketch 好那我们下一次影片就会教你如何从这个 Import Library汇入韩式库这边来汇入你所需要的韩式库 好那当然需要连上网路啦 好那 Debug这里面比较少用 Tools的话就是有建立自行啦 或是选择颜色啦 刚有提过Processing它在颜色互动形状 还有一些声光的效果上都非常厉害 所以这个ColorSelector可以帮助各位选到你喜欢的颜色 那类似的RGB设码的工具在网路上非常的多 可以选你喜欢的来用 但是这内建的我觉得蛮好用的 好 那你如果要加入其他平台的工具 也可以从这边去选 那这边选进来 其实跟刚刚的汇入韩式库是同一个画面 只是你不同的标签而已 好那我们后续都会再介绍 那Help的话就是相关的资源 那各位当然都可以从Processing的网站 的左边找到他这边有个Tutorial教学 OK那你会一直看到一个大胡子先生 他就是Daniel Schiffman 是Processing一个非常重要的开发者之一 然后Example OK这些Example都已经整合在我们刚刚看到Processing的 Example这个范例里面 所以不用看网站 你可以直接从这边就点开把它汇入进来 还有书 那这书写的范例就很经典 你可以从上面看到一些开发者的 他当初的想法精神这样子 好 那我们这支影片呢就用 最后用一个Processing的范例来做结尾 那你请点选File Example 我看到这一个资料 这个这个界面 选Basic Input 帮我选Mouse 1D Mouse 1D 点两下会直接开启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他的画质程式码非常的精简 从这边到这边其实不到20号 好但是他执行出来的效果相当不错 好那这边的语法长得跟Arduino很像 就是有点像C跟Java的混合这样子 好那我们看一下 好那大部分的Processing的程式都是会开启一个小画面 但你也可以让这个画面刚好就等于你整个萤幕的大小 这个也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越大的萤幕你要有效果的话 他在电脑运算上也会是比较吃力的 好那这个范例的话他会去抓你滑鼠的X坐标 然后呢去画两个有相对关系的长方形出来 所以你看到这边有个语法叫ICT 叫Rectangle 那他的颜色 你可以看他的形状跟颜色都会跟着我滑鼠的X坐标有变化 但是Y坐标是没有变化的 那后续在范例里面我们都会教各位如何使用键盘滑鼠 然后呢搭配Arduino的输入输出元件来做出很多很有趣的效果 那程式套件只是一些工具 那重点还是在于各位的创意还有你的熟练度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支影片 赶快去下载Processing的环境来玩玩看哦 下次见 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官方网站 以及Facebook粉丝团找到更多你喜欢的内容